汐止区水源路一二段进去沿线都有自来水 不过在过了水源路二段200号 大约是在柳燕桥这一带的工厂 还有一只网上过去的住家 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的民生用水都只能靠接吸水使用 只是夏天好几天没下雨 或是墙降雨一下吸水混浊 经常没水可用 也让居民很困扰 因为水源路二段大概200多号以上都没有自来水 都是用三泉水 但是有时候三泉水就不够 所以大家都提出来说有意义 希望能够争取有自来水设施 水源路二段比较靠近柳燕桥 还有上方的地区 因为长期来都是饮用吸水 就是减一自来水 那我们今天来会刊 就是希望说自来水公司能够拉个管线 做个加载站往上方延伸 因为这个地区目前没有自来水 在结果成情后 包括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立委赖品与服务处自来水公司等相关单位人员 就到了现场会刊 因为这一带有工厂也有住家 住户大概是200人 他们就希望能够接自来水 只是因为这一带是山区 目前自来水上不来 必须得要增设家家展 今天是因为立委赖品与那边 还有张景豪那边大家一起来协助 找到基隆第一区营业处派人来会刊 那我们希望找出一块国有林地 国有地然后来做一个家序 就是解决这边用水的问题 现在这边旁边一块国有林地 就国有地在路边比较适合 但是够不够大 那个再来算一算才知道 那目前我们朝着 在附近找寻一块适合的地方 来做家家站 然后再往上延伸 做一个全区域的 就是水源路二段 柳燕桥这个区块 上方这里有一些住户 还有工业区 有一个迫切的需求 都希望赶快有设一个家家站 然后把自来水引导到这里来 自来水要延伸 必须先找到适合地点设置家家站 目前是看中在柳燕桥旁 这块国有地 而接下来里长将进一步调查 沿线大概有多少住户 需要用自来水 再交由相关单位 进一步评估设置自来水的可行性 这场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